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心灵调一调的节目时间 有安静在这里和大家聊聊 大家都知道1月18日是2020年的正念博蓝 香港中文大学的康本国际学术园 那天我们有4000多人次到了 有36场正念工作坊 这个大型活动我已经不是第一年去搞 已经搞了好几年了 我是筹位之一 当日也有很多奇迹的展现 所以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过程中我都学习了很多东西 相比去年的正念博蓝 今年的挑战大到不得了 先姑们论我们在一个挺受争议的地方 即是中文大学去办这个这么大型的活动 因为在中文大学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到 现在的保安都挺严密 而一个大型活动 结果是有8811人 报名去参加我们今天全日的活动 所以要容许8000多个公众入场 对香港中文大学来说 相信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挑战 很感恩他们每一个部门 负责我们的那边的部门 另外也有保安部门 现场的工作人员等等 都非常非常配合 但是在我们作为一个主办单位 主办机构去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都有很多的隐忧 比如说一开始的保安 我们会担心如果万一这么多人来到 每人要查一分钟身份证 那怎么办呢 但是结果是很奇迹的 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很正念 很和平 耐心也是带着喜悦的心情去 预常去举办这个活动 结果当日的保安非常非常配合 只要我们展示到 那个正念博览的poster 就已经容许我们进来了 结果全日的 长地进出的流程 是顺利到不得了 当然我们的活动也都是非常 很正念 带着很多正念的特质 来的参加者也有很多 虽然不同的范畴的朋友都会游在 无论是公众市民 或者是专业人士等等 也好 我们会见到每一个朋友 我收到的讯息 不同的导师 或者是义工 因为我不能去到每一场 参加者质素非常非常高 问的问题也非常非常有质素 我们心里非常安慰 然后在过程中 固然之 一个大型的活动 总有不同的挑战 你说完全100% 什么事都没有 我想大家都不会相信 但在这里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件事 我都觉得挺令人感动的 也都呈现了 不止我们相信奇迹 一件又一件 我们在这个博栏中看到的事件 只要我们相信奇迹 坚持我们一些正面的信念 原来奇迹就会呈现 中间 我记得我们的义工 有特别为义工制作的T恤 因为我们在场有百多个义工 希望仰参加者可以识别我们 我们就特别订制了一些T恤 但结果在那天早上 我们才知道原来的T恤 还卡在大陆那边 还未来到香港 我们都呆了 以我自己的经验 如果这个时间 当日还未来到香港 一般是当日 没有可能送到会场 甚至乎你看不到他 我早就打定书数 另一个囚委的核心成员 华山坚持 希望他六点来到 我们可以 大家拍张大合照也好 穿着衣服 不然就很浪费 在那一刻 我会觉得 以我的经验来说 应该没什么可能 但又很神奇 由于好 嘗嘗 姑且都抱着一事的心态 尝试去联络 找回负责的同事 帮忙联络 说回我们这些渴望 如果当日来到 我们也拍到张大合照 起码完成了 他的历史使命 这件衣服 结果 全天都很难联络得到 相关的单位 运输那边 等等等等 结果 很神奇地 在我们五点半 所有的博物联络 完成了 我们六点钟 应该要清场 他真的 差不多六点钟 就送到来 我们的会场 结果大家 全部义工都穿着 这件浅紫色的T恤 就拍了一张大合照 所以在这件事上 虽然是很微不足道的事 但我有时又会觉得 在我的世界 我会想 究竟是不是 我们 我都是被我固有的思维 固有的一些经验困住了 而 如果我那一刻 没有去争取 如果不是华山话 叫我们去争取 可能真的 这件T恤 就会翌日才到 又或者是 不知道去哪里 如果我们真的 可以突破 我们的思维模式 愿意去相信奇迹 愿意去相信奇迹 原来这些信念 当我们集合中人的力量 信念够强的时候 就像我们一开始的 保安系统 进场的那种 可能令人担忧的状况 原来我们只要集合大家的信念 可以坚持的话 很多的事情 就会真的可以成真 所以在今天这里 希望大家都可以 相信你们自己的信念 相信奇迹 只要保持着正面的心态 坚持下去 不要放弃 就一定可以见到奇迹的出现 今天说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我是安静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又或者给个like我们 下次再见 拜拜